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LTV 我是Marco 欢迎来到Marco说球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彭伟国 作为男派足球的先名代表 为什么身高不高的彭伟国能成为国足的中场指挥官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脚下技术非常的出色 传球控球能力俱佳 并且任意球技术也非常的好 在比赛中 球迷们可以看到他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破门 这足以说明他的进攻属性很强 1970年出生的彭伟国受到父亲的影响走上了足球道路 那时南岳足球应该是处于一个巅峰时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南岳足球人才辈出 以荣志行和古广明为代表的南岳派足球风格的球员 时常进入中国国家队 彭伟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断的成长 13岁时 彭伟国父亲将他送到广州市中心体校进行专业训练 那时他的才华和天赋超越了身边的许多童年龄球员 1989年 广州队从甲A降到甲B 年纪19岁的彭伟国在1990年带领广州队获得甲B亚军 时隔一年重返甲A联赛 由于在联赛的出色发挥 他很快就录选了中国国奥队 那时中国国奥队应该算是中国足坛的九二班 队内拥有范志毅 马明宇 黎斌等中国足坛的民宿 那时中国国奥队绝对是中国足坛历史上最强的国奥队 这足以说明彭伟国的水平和能力 在那时的童年龄球员来看绝对是顶尖水平 童年年仅22岁的彭伟国入选了中国国家队 并随队参加了92年日本的亚洲杯 在亚洲杯的第三场小组赛对阵卡塔尔的比赛中 依靠彭伟国的梅卡尔度中国国家队2比1战胜卡塔尔国家队 从而晋级了当年的亚洲杯半决赛 那一战让许多球迷认识了彭伟国 但也是因为与卡塔尔的比赛 在1997年世界杯亚洲预选赛的关键战役 中国国家队只有拿下卡塔尔才能晋级98年法国世界杯 替补出场的彭伟国在这场比赛表现得非常糟糕 赛后他招到球迷和媒体的疯狂的炮轰 他因为战胜卡塔尔而以战成名 也因为赋予卡塔尔而一败涂地 随后他渐渐的淡出中国国家队 在联赛中他除了帮助广州队重返甲役联赛以外 他的职业生涯没有任何的冠军荣耀 他可以称之为中国足坛近20年来技术水平最好的球员 他的踢球风格与曾经的天体之王孔卡非常的相似 头脑清楚脚下细腻 进攻组织能力不错 这几点都非常的符合古典式前腰的要求 但临近30岁的他渐渐淡出了职业足球 很大原因是因为他的身体状态和技术水平下降的非常的快 但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职业素养不足 才导致他整体水平下滑的如此之严重 曾经轰动中国足坛的平安六君子 让外界对彭卫国的生活作风产生了质疑 这些年来对于中国球员从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培养体系 导致成年以后生活作息混乱 自律性差等阻碍其发展的各种原因 中国足球想要发展 就需要让中国球员从小就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OK 这里是Cell TV 我是Marco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个关注 或者在评论区留下你独到的见解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